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你啊 乔龙彪同志 乔龙彪见过岳营长官 你们行军劳苦 我给你们安排住所先休息 让你们的伤病员们先治疗吧 不急 有几句话 我乔龙彪要先跟长官说清楚 请讲 我不知道你们八路军葫芦里面 卖的什么药 但是不管卖什么药我都不怕 日本人我都照打不误 八路军要是作恶 我也一样对待 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作恶 八路军也不会手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谢谢你帮我治疗伤员 不必客气 让伤病员们都赶快治疗吧 好 高特长的快点 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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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等吧 我觉得时机还不早 不是 彪子军现在就在他们最近军业 跟他谈白点是早晚的事 你没看到吗 乔龙标对咱们八路军 还是不了解 还是有戒备心的 他是聪明人 他能够体会得到 咱们八路军的优越性呢 没问题 这我知道 你放心吧 输光离咱们不远了 请 我这儿来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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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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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睡着了 我要给他换药 大哥 你来了 这兄弟们啊 从大厂家晕暖开始 就崩了一片霞 就是因为太累了 过不得身上伤 就睡着了 你伤好了 到处乱跑 我没事 好了 就是担心兄弟们 来看看 你放心吧 还是有我呢 去 歇着去 大哥 六哥 你们都去休息吧 八路均兄弟啊 带咱们个个都像自家人似的 有的兄弟跟我们还是老乡 有的还是一块儿 中国地的老交情呢 躺下 躺下 这天下受骨之人 碰到一块儿 却如同碰到的新兄弟 大哥 我觉得八路均 尽心尽力地 帮我们治兄弟 就像觉得亲人一样 你也觉得他们不错 好 说句掏心窝子 我觉得他们是好样的 上次在平州城 是他们帮我和老齐脱身的 我觉得 他们不仅是打鬼子的好汉 还是有情有义的兄弟 我觉得 他们是真心想帮我们彪子军的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先歇着 有话 来 我回去 哥 人家八路均 把咱们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你为什么不去啊 住别人家别扭 反正这一路下来 我倒是觉得八路均挺好的 不仅对咱们没防备 反而对咱们还挺热情的 你也这么想 你说我错怪人家了 那倒不至于 不行 不行 我得去盗个钱 报告 进来 袁小伟 医大队回来了 好 让他们赶快休息吧 乔龙彪也来了 我去看看他 是 你不能进去 我找你们老大 你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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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今天多谢了 多谢了 你好 乔龙彪同志 你好 同志 就是来谢谢你们 白天的事是个误会 千万别往心里去 没事 这些都是我们八路均 应该做的 以后你们八路 要是有什么需要 直说 我乔龙彪绝无二话 你放心吧 今后啊 我们有多事机会合作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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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电话 你这儿 我今天就是来道谢了 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你别见怪 兄弟 可以理解 理解就好 走了 兄弟 女儿红 好着呢 喝啊 等一等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们八路均是有纪律的 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谢谢你 不是 这 这 是 按你们规矩办 那走了 我送送你 不不不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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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早点休息 老师 师爷 来 指挥长 去年约正尾了 坐下说 坐下说 他干什么去了 是当面道歉的 说当时误会他的好意 请求他原谅 那好啊 能知错就改 证明他还有觉悟 那您说 咱们什么时候跟他摊牌 现在伤病院已经到了根基地 而且 指挥长对八路均印象不错 好 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明天呢 你们两个人先跟他谈 我呢再一帮跟你们说话 好啊 好 那就明天 行 就明天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娘 你咋来了 娘 出来走走看看 好久没看到这样的景色了 李嘉 娘活了半辈子了 见到无数的人和事 可是像八路均这样的队伍 娘还是第一次看到 娘 咱不能这么轻易就相信他们 这不是我们的地盘 回头等弟兄们伤养好了 咱就回家 回盘古镇 回咱自个儿的家 姐 说实话 我还真不敢回那个家了 我怕我一回去 就像秦玉峰 那儿 您放心 玉峰绝不会白死 我一定给他报仇 乔龙峰绝 岳同志 大娘 好 那你们说吧 嗨 嗨 玉峰的仇一定报 这个仇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仇 更是我们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仇 我们八路军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所以我愿意今天 以政委的身份 真诚地邀请你加入八路军 跟我们一起把鬼子打出中国 你个意思我明白 但是我乔龙标 从来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 对你们八路也不太了解 更何况 我乔龙标这么多年 一个人自由惯了 乔龙标同志 我明白 你对我们八路军还不熟悉 不放心跟我们一起干 其实 你早就跟我们八路军的好同志们 截下深厚的情谊了 你说什么 只会战 指挥长 其实我和大老沙 我们俩就是共产党 他说得没错 到底你们还是在骗我 没错 我们 我们确实骗了你 但是我们俩在彪子军里的 所作所为 指挥长 你应该也很清楚 我们 我们之所以向你隐瞒身份 那是因为我们 指挥长 SF彧的 你应该是在湿头上 这不是大湿去看 CAP的 在 janWhat 中学校数学校 就是只能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 彪子 在这乱世之秋 咱彪子军不能终身为妃啊 你说是吧 兄弟们 凤凤雨跟了你这么多年 总得给大家一个好的归宿吧 是 马师爷和大老沙共产党的身份 我很早就怀疑了 当时要是不对你野瞒着他们的身份 以你的脾气 不把他俩草崩了 咱哪儿还能得到像巴勒军 这么好的队伍的帮助 你说啊 马师爷和大老沙 买了彪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什么时候赌过你的财 磨过你的命 没有吧 打了那么多次的仗 他们含糊了 没有 他们身上挨了多少枪子啊 还有一个马师爷 让你骂成那样 也要唠叨个不停 为啥 还不是为你好 为咱彪子军好啊 他们两个是铁正正的汉子 是有情有义的人哪 从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巴勒军的可贵之处 更看到了咱彪子军的未来 和初荣啊 支部长 我们两个向你隐瞒身份 完全是为了抗日的民族大义 请你务必谅解 请你务必谅解 在这儿 我们个人向你赔不是了 哥 哥 我哥说得对 你们是我的生死兄弟 我也不怪你 但是有一点 加入巴勒军的事 非同小可 我得再考虑考虑 还有 周委长 从今天起我们俩就得归队了 从今天起我们俩就得归队了 就不跟我们住一起了 行 你家呀 嗯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头 委屈你了 这让娘知道 咋都不委屈 傻孩子 你做的是为不为民的好事 娘懂 当然得支持你 娘心里明白 你心里想着国家 想着百姓 想着兄弟情谊 心里还想着娘 娘心里都明白 行 儿子有娘这句话 够了 嗯 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你的那些兄弟们 也各个有情有义 可这些年 打了多少仗 挨了多少枪子 受了多少伤啊 娘 没事 儿子这不是在您面前了吧 是 是 什么都比不上一家人 团团圆圆地在一起好啊 好 好了 您好 您好 你觉得八路咋样 我白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好 八路君好 好 那你儿子要试个八路吗 咋样 一家 这八路君到底试个什么样 娘在这儿待了那么多天 可算是看明白了 嗯 你是个聪明孩子 你跟沙兄弟马兄弟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你可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品行 嗯 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你还犹豫什么呀 有什么好犹豫的 是啊 沙兄弟和作词 是 哦 是 乔律 你怎么还要 有手 发主 怎么了 有什么事 说吧 我想过了 还是我哥说得对 彪子军不能终生为妨 总得有我归死 周长 这话什么意思啊 八路救了我娘和雅寒 我娘也说八路好 最重要的是你们 咱们是一起打过仗 雷无邪的 你们仗义是英雄 我愿意相信 八路里面都是你们这样的 所以我打算 带着弟兄们加入八路 你说的是真的 你要是真决定 加入八路军的话 从今天起 我们将以八路军的纪律 来约束你们 大家可以接受吗 彪子军有规矩 八路也一定会有纪律的 没问题 同志们 现在 我代表八路军所有指战员 以及西明镇的老百姓们 欢迎彪子军的到来 来 好 加入我们八路军 就要跟我们一起战斗生活了 在经过上级领导的审批通过之后 今天给大家集合在这里 就是为了给新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 分配一下未来的工作 乔龙标同志 薛继超同志 都有一身好武艺 枪法也准 你们就负责平时大家的操练 今后战士们的操练就靠你们了 放心吧 我和大哥一定会好好干的 肖远山同志 侦查工作的经验丰富 今后还继续负责侦查工作 行 我一定尽心尽力 至于乔龙花同志的工作 我们回头再做仔细安排 孔为义同志善于经商 今后就负责商贸 从城里运输吉养回来 好 现在大家都有各自的任务了 今后就辛苦大家了 岳政委 对 孟一兴同志 还没有被分配工作呢 这个 孟一兴同志 这个 要不 孔兄弟 你不是会做生意吗 我这个弟弟啊 也是读书人 聪明好学的 你带他管管账本怎么样 好好好 当然好 一兴少爷 以后你就管账本吧 乔龙标同志 到了我们八路军 就在服从我们的安排 好吧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弟兄们 回去以后呢 都跟各标的弟兄通个话 咱们是录了八路了 咱们是录了八路了 八路有他们的规矩 是吧 纪律 有他们的纪律 来 想说个事 大伙跟着这会长 风风雨雨 出生日死的这么多年 都不容易 吃了不少苦 但是我们 是铁打的兄弟 这些都不用说 不过我们不能终身为匪啊 现如今 我们已经同意加入八路军了 大家都看到了 八路军对我们不错 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咱讲的是个意思 人家讲的是个情 所以大家好好干 回去以后呢 跟兄弟们说 谁也不去胡来 孝哥说得对 我觉着 八路军是真心真意想帮我们 反正现在看呢 是不错 这辈子也是新幻 还有一股太阳味 就是不知道这时间长了 对咱能咋样 不管以后怎么样 现在对咱不错 人家对咱好 咱得对得起人家 是吧 丫头啊 你怎么说啊 我觉得挺好的 有种 想回家的感觉 哥 今天 玉凤头七 我去烧点纸 我去烧点纸 吧 哎呀 倒自己去吧 我去烧点一个 我去烧点 吧 我去烧点 我们ノ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姐的忌日啊 你还记得 她也是我姐的 她是你媳妇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姐报仇 我每天都得行 每天都得行 你别只说不做 如果你没这个心 我去 我看咱们就从军容军纪入手 你们觉得呢 叶同志 萧罗彪同志 你先等一下 萧罗彪同志 我呢 想献你严明一个 我们的几个纪律 以后你进门的时候呢 先敲门 然后喊报告 等我们同意了 你再见 我判断 湾涝 有事 有事 萧罗彪在后面 你看 想啊 你强势 好的 你同意的 对吧 对 我同意了 我就想问 傻手干 乔龙苗同志 这件事情不能着急 我们首先要锻炼我们的队伍 不是就练兵吗 我练就行了呀 我练哪 指挥长 别着急 练兵咱们也得一步步来 我不是着急 我是等不及了 我一想到小日本在城里边 花塵酒地的 我就一肚子火 那也不能着急 最起码 最起码咱们得先把这身衣服换上 你看看 多给你们准备好了 你看 什么意思 咱们锻炼队伍啊 不光是要武艺出众 而且要整齐划衣 这样在以后的战斗中 便于调配服从命令 不用 我彪子军的弟兄 只要我老彪一句话 说上哪儿就上哪儿 你听我说啊 指挥长 嗯 统一着装真的有很多优势 优势 你看啊 从指挥战斗方面来说 统一着装可以便于调配 避免误伤 从管理方面来说 统一着装可以展现咱们军队的气质 威仪 对吧 从气势上 咱们就可以先胜一筹 真的 兄弟 你书读得比我多 我承认你 但你打仗不如我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吧 对 打仗就得出其不意 打得可措手不及 这穿成一样的 躲都没地方躲 那不得让人追着打呀 九龙标同志 我们八路军呢 也是有相当的管理经验 我们这么多年 也是从失败当中成长起来的 让你穿军装呢 是提升你的气势 以便于管理 正是通过这种军容军貌 来体现你的军纪 所以 你让你的人把那些军装都穿上 要穿他们穿 我不穿 穿上跟畅大戏似的 丢人 支部长 你忘了那天你说的话了 哪句啊 对 我这儿都记着呢 那天你说的 你看啊 你说 这儿 今天我决定加入八路军 我会严格地按照八路军的纪律 约束自己 行了行了行了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必须得 不仅你要穿 你的那群兄弟们也要穿 回头 我要检查 好 马上发话 检查呗 我刚才问的是 啥时候让我去报仇 等组织安排好吗 再等等 好 好 这个乔龙彪 这个乔龙彪 师爷 梁先生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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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来 你去 你去 那个兄弟们都换好衣服了 大哥让你们过去看看 是让我们去检阅是吧 没有啊 让你们过去看看 把你耳朵上的东西摘着 武装待机的腰上 防腿打在腿上 我来 我来 这个挤腰上 你先把这挤下来 这都挤腿上的 谁让你挤腰上 这还来 你去吧 好 好 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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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他们怎么弄得草人啊 上 上 谁知道啊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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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多太马 下来 只要咱一下就死了 对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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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吗 上 是吧 吃下来 安 那大伙都站下来啊 上 站起来吧 站 站上 站起来 站起来 乔� Schnee 乔鲼飙呢 室夯找 大哥 상태 强ちゃん管找你 哪个长管找我啊 来 支部长 请这部队 直播员怎么能不在啊 我这不是来了 快车 行啊 好 看见没有 我就说嘛 穿上这身衣服 还不如我们彪子军那身呢 不过看着 比国民党的倒是强点 我就不明白了 国民党干嘛弄顶绿帽子戴 同志们 你们觉得好笑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现在请你们 把帽子和衣服都穿戴整齐 如果你们所有人 都穿成这样走出去的话 那还不如戴绿帽子的国民党呢 这样的军容军帽 大大的损害了我们八路军的形象 尤其是指挥官 带头不遵守纪律 这更是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至于这么严重吗 这么多年了 我们彪子军没穿这身衣服 照样打得他们到处跑 今天我让弟兄们把这身衣服穿上 那是觉得大老沙说得有道理 我给事业面子 说到底 彪子军不穿也就不穿了 我就不明白了 穿衣服跟打小鬼的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 你不是不明白 穿军装和对老百姓好有什么关系 对 好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同志们 咱们要帮助老百姓 这种帮助是不分大小的 但是我请你们想一想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人 非要到你们的家里面 挑水 砍柴 盖房子 你们敢吗 肯定不敢 所以 咱们平心而论 如果我们穿成这样 老百姓 能把我们当成好人吗 好 三年纪怎么穿成这样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跟着 我倒是觉得 大家应该向乔龙花同志学习 马丁军同志 是 请你给大家讲一下 军容军纪的重要性 军容军纪 展现了一个军队的气质 也是决定老百姓可不可以信任我们 有很多时候 记错一颗扣子 比损失一辆坦克还要重要 那是因为坦克丢失了 咱们还可以把它夺回来 但如果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们这些读书人就爱小题大做 我们穿得不咋定 可是我们踏踏实实地对老百姓好 那不是照样可以有那个 信任吗 你指挥长 行了 不就让我们训练吗 弟兄们 咱们就学学怎么跟小鬼子拼子弄 走 走 军军跳 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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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乔 endangered 计划 主 spear Mend�� 你们行ницы 你可 això 只会 神 mir Sick 有 Muito 神yim 这是我们的训练科目 叫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 对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紧急集合 为的是让战士们 在第一时间内 进入战备状态 飘子军用不着练这个 回去睡觉 回来 你的队伍确实是百云最快 但是所谓战备状态 不仅是药块 而且要装备齐全 请你看一下 你的人 有几个把衣服穿戴整齐了 行了 我知道要统一着装 不仅如此 粮袋 水壶 甚至弹药全都没有带齐 如果现在进行一个月的 对敌对抗 请问 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 不管怎么说 飘子军反应机敏 还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 政委 可不可以不要处罚 说什么 这儿表扬了还处罚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训练规定 紧急集合中 反应最慢 和武装最差的队伍 要罚跑三十圈 可他们之前从来就没有 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这样吧 这次训练中 反应最慢的第五中队 罚跑三十圈 这哪是训练呢 这森林啊 是跟咱们置气的 她还是没想通 咱们得想办法 提高她的积极性 让她从思想上真正意识到 她加入的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是 你说得没错 你说得没错 哪天呢 找铁大娘谈你了 铁大娘 喂 请铁大娘啊 帮咱们做做工作 乔龙标是个孝子 最听铁大娘的了 行啊 这个办法好 那咱俩哪天一块儿去找找她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琢磨呀 最近怎么什么都听我的 怎么就没意见了 我同意你的意见了吗 我那是同意真理 对了 对了 你最近的进步还是很大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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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么词来着 行了 练吧练吧练吧 练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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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合了 好 结合了 好 结合了 哥 算了 什么玩意就算了 说 大哥 你看咱兄弟在这儿干吗呢 溜达来溜达去的 也就说那拼刀 还算激烈的了 还弄几个草龙 这能打败鬼子吗 要说这打鬼子 还得是你大哥 百发百中的枪法 想当初咱兄弟让敌王猎给抓了 要献给日本人 那还是你啊 大哥 在空中 啪的一枪就给他毙了 正中灭门 声都没出 嗯 这 这 三姐 哥 喝点水吧 好 哥 要不你给大家开两枪 这憋着太难受了 开两枪 给大家伙打打气 哎 大哥 还是算了吧 让他们看见 又该说咱们了 说啥呀 这也是训练科目 上法好还说 就是 来 兄弟们都过来了 来来来 好了 好了 来来来来 大哥给咱开两枪了啊 站好了 站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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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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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有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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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法呀 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又犯纪律了 没犯纪律 但是我想问问你 你的这群兄弟当中 有几个有你这样的好枪法呀 就我一个 所以啊 乔龙苗同志 你仔细想一想 你现在利用训练时间 做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帮助到他们 或者是 有没有给他们做一个 良好的示范 是 你的枪法确实很好 这也值得表扬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 你就是个英雄 你只有把更多的战士们 训练出你这样的好枪法 让他们在战场上 可以以一滴板 各个都是神枪兽 那你才是大英雄 乔龙苗同志 到了战场上 只有扎实的训练基础 战友间良好的战术配合 全体人民的支持 全民统一的战线 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而并不是你这两把战 而并不是你这两把战 一个大英雄 是不可能离得开 集体的力量的 我想 兄弟们对你的帮助 你应该体会最深 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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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琢磨琢磨吧 我又错了 自从咱进了八路以后 哪都不能去 啥都不让干 这吃也吃不好 酒也喝不着 这一天呢 除了挨骂就是挨罚 对咱也没个好脸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就今天吧 你去看那女的那样 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 一点面都不给你 咱哥几个什么时候 受过这个气啊 赵哥 只要你一句话 咱们还跟以前一样 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不在这受气了 唉 弟兄们 我也不是厚脸皮 我也不想收这冤王琪 但是咱彪子军 现在总共一百来人 势单力薄啊 深仇大恨也没法报 你们说 咱那些弟兄们能百死吗 再说了 咱们进八路军的时候 他们对咱也挺热情 我看也是真心真意的 他们就是规矩多了点 我跟你们一块儿 人人的 行哥 那我跟哥几个说一说 一起再人人 来 大娘 大娘 小马呀 你咋有空过来啊 我是有事想求您 你啥事你就说吧 大娘 我说 指挥长她最近训练有些情绪 对咱们八路的管理 她也不太适应 我们想她最听您的话 所以我们就来找您呢 行了 小马 你不用说 大娘都懂 大娘去替你说说她 好 行喽 行啊 拜托您了大娘 我行 这衣服我帮您晾了 哎 姑娘 哎 大娘 姑娘啊 我来吧 哎 不用不用 大娘 这些年 一直都是我照顾大哥 我都习惯了 孩子啊 大娘看出来了 你对一家的那份心意 大娘懂 我知道娘今天 有话要跟你家说 我来吧 回吧 娘 您咋来了 我看你这两天火气挺大的 是来给你消消火 你这风风火火的去哪儿啊 去练的 她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 我说你这么从早练到晚 不要命了 我不是在担心你 我是担心你的那些兄弟们 我们都没事 反正是不能让他们把我们看扁了 李佳 李佳 我就知道你还点稚气 你说说啊 你一个大男人 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忘了一些巨王算皮的小时候 知道吗 你还是一个长官呢你 娘 我不是生气 我是不服气 我们彪子军的汉子到哪儿都顶天立地的 怎么到八路军就一文不值了呢 谁说你们一文不值 谁说你们不好了 是你们自己做错的事 做错的事还不应该受罚 不是娘 那错什么了错 不 衣服没穿整齐算错啊 我在训练场打了两枪算错啊 我看你这个当长官的 还是没想明白啊 你说你白长得这么大个个儿 你脑子长了没有 你看人家月银姑娘 还有那个小马是怎么帮你的 你还想不明白啊 告诉你 你要是还误不出个道理 那你就赶紧地带着你帮混小的滚回山里去 别打着为国为民为百姓的民意 不干正事 娘 娘 你别生气啊 我儿子知道了 知道就好 知错要改 你说一个人生闷气有什么用啊 你呀好好要琢磨琢磨 怎么当好这个八路军 不行 不行 这娘心里就踏实了 注意军容军贸 改改身上的土匪行器 来 给娘来一个 来一个八路军的军礼 拿什么 来一个 好 太垮了 够劲 好 有什么 好 刘成尉 其实我们是想 想什么 刘成尉 我们觉得吧 这曾师队长的态度和 太激进了 你们也要理解她一下 他对这支队伍的态度 一直都是保持怀疑的 但是我们区呢 又承担了这样的改造任务 他心里急着想完成 这也是很正常的 这些我们都理解 但我们还是认为 在方式方法上 就应该尽快做出调整 否则会适得其反的 这个问题这两天我也考虑过 你们两个 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们两个商量过 看近期内能不能让彪国军啊 参加一些战斗 乔林彪这人特别善战 如果让他在战斗中 有所成就感的话 我个人认为 对他的进步是有好处的 这虽然是个办法 但是太冒险了 把他们带出去完成任务 再把人家给抢了 这不但改造不了他们 还会影响八路军的声誉 我看这件事情 还是要慎重考虑 但咱们要是就这么继续下去 就这么跟他们较劲 我觉得情况也很不乐观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对咱们是一肚子怨气 这样吧 我看彪子军的人 都是野性未寻 比较贪玩 你们明天把整个彪子军拉出去 拉拉链 在过程当中疏导他们一下 顺便看看他们对咱们的拒律 到底了解了多少 你们看这样做如何 是 等一下 如果你们出了八路军的管辖范围内 就不要童鱼卓庄 明白 季庄 季庄你 那儿 整队出发 干什么 紧紧紧喝呀 紧什么喝呀 岳正伟认为咱们的俊练太辛苦 特意给咱们队伍放到架 大家一块出去走走 快点 什么幺蛾子 什么幺蛾子不幺蛾子的 把大家伙一块带出去 这叫拉链 懂吗 快点 那 那 那个什么 支队长同意了 同意了 真的 真的 相信我 我是你师爷 铁大娘 我同意你的想法 先让组织上考虑一下乔龙标的婚事 毕竟 这玉凤的死 对她的打击很大 如果让她赶紧完婚 能让她稍微安定一点的话 那我们也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训练和改造这支队伍 但是 她的工作谁来做呢 这你也别犯愁了 她的工作我去做 我看出来 这小子这两天天天想着报仇 再这么下去不干正事 她会拖累组织的后腿 好 那我马上去申请 不过 这乔龙标的伴侣 是彭雅寒呢 还是乔龙花呢 这个是 雅寒这个姑娘 我看出来了 她对一家很好 再说她读过书 一家在她身边 能进步得快点 我龙花姑娘 陪了一家这么多年了 最了解一家了 这样吧 我让一家 把这两个姑娘都娶了 也别分大小 那可不行啊 大娘 为啥不行 共产党八路军 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 这啥叫一夫一妻制啊 大娘 在封建社会 一个男人是可以娶很多老婆 但是这对女人是不公平的 现在 共产党带领我们建立的 是一个绝对公平和统一的社会 人人平等 男女都一样 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 这样 女人就不会在男人的权力下 失去自由了 还有 那些裹小脚什么的 都会废除的 我们要还给女人一个 绝对平等的社会 公平 一夫一妻 还男女平等 对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过 岳同志 我有点懂了 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这女人就不会被欺负 这样就平等了 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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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地说 他们进步 有什么进步 说说看 我们在路上啊 遇到了一个欺负店货的宋武少爷 这个乔龙标 他居然闹了一出标公案 他把这个宋武少爷 狠狠地给教训了一顿 其实最让我欣慰的 是他命令标自军 绝不能抢老百姓的东西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 可以完全地看出来 在大势大悲的问题上 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乔龙标骨子里还是很善良的 在这一点上 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报告 进来 任正管 童谜队长 是吗 你有事 对 我有事 我还是想 我想问问 你们开会为啥不叫我 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别闹啊 有什么事就快点说 我是有事的 那你就快说 我还是想问问 啥时候给裕凤报仇 眼看着夏天就过去了 还拖着 还拖着 我觉得我对不起裕凤 支部长 我们也想尽快地为嫂子报仇 可是现在 比我双方的实力相差全数 这么着吧 你们要是实在是不敢 那我乔龙彪自己带人去 我绝不连累你们 好吧 好吧 指挥长 你别闹 我没闹 珍贵的军队可不像彪子军那么随便 八路军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部队 所有的行动指令 都必须由领导来决定 不能够擅自离队 我是彪子军的最高指挥长 打谁打哪儿怎么打我说了算 对不对 那当然不对了 怎么就不对了呢 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 纪律是一方面 组织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 你以为 要杀鬼子是一两个人 就能杀光的吗 我们要团结所有的力量 然后由组织来决定 如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那呢 谁组织 他组织 不是 我们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 我听你说话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乔龙彪同志 我们中国共产党 代表的是穷人的利益 为穷人谋出路 是指引我们的方向 所以 要听从组织 听从党的 请你再耐心地等待一下 组织会尽快为你做决定的 好 走 走 杨涵来了 一家哥 那个大年不在你这儿啊 你找他啊 我到别处去找找吧 我到别处去找找吧 你找他干什么呀 那个党小组组织我们村民缝一些纱布 这缝红补补补的事我又不太擅长 所以过来请教请教大娘 什么小组 什么小组组织你们缝纱布 哦 党小组啊 你来 来 坐下 那个 你也是党小组的人啊 我可不是 我还不够格呢 不过我现在正在积极地申请入党 这些天按照组织的安排 交乡亲们识字 跟乡亲们一起务农 组织乡亲们配合八路军的工作 我越来越感受到共产党的强大力量了 哎 杨涵 你说的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师爷跟我说过我是真听不懂 那天在朱家庄遇见那些老百姓 他们也说共产党好 那共产党到底好在哪儿啊 党 党是一种信仰 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 党可以告诉你 像中国共产党它是人民的政党 指导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有了党 这样我们做事情就不会盲目了 照你这么说 共产党应该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嗯 可以这么说 那怎么会要你这种丫头骗子 中国共产党中没有歧视 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疏远你 或者拒绝你 关键看你有没有党的思想 是不是跟党的思想同一 像我也一直接受先进的思想 也看了很多共产党的书籍 我特别想成为一名党员 虽然还没为党和人民做些什么 这共产党跟八路军 还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共产党是一个政党 它成立于一九二一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 它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 走向富强 嗯 好 这个党我也得输 是 来来来来 来 怎么了来来 来来 坐下坐下 来来来来来 什么事儿 坐下 哎 那你要干嘛呀 我呢要加入共产党 彪子军都要加入共产党 所以你帮我写了文书 不是 不是 什 什么文书 文书嘛 在党令 要不怎么证明我们在党啊 对不对 哎 大老沙 你去召集彪子军的弟兄 咱们得起个誓 宣誓在党 都在咱中国共产党 这 周长 不是 我得跟你说一说啊 这不是说是入党啊 这想入就入他 首先你 你写个申请 交到组织上 组织上派人在考察你 然后批准你以后 你才能成为党员 这你 这么麻烦呢 那这样 咱先不管组织了 我先表个态 可以吧 来 来 你 你去 你去呀 你快去 我叫你去你就去 我去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来来来 你去 不 人家 你让我写什么呀 你就这么写 我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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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相众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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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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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党 要对党 誓死党中心 誓死党中心 要讲求民族大义 要讲求民族大义 要有革命期节 要有革命期节 要以党的使命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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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外面 兄弟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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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党中意 乐并同乐 又并同流 非为同争 代言同死 爭 爭 你 你干什么去 什么我干什么去 我是真看不下去了 你还能容忍他们这么胡闹 好 再等等 再等等 你没看见啊 他们的革命热情 革命决心 能多么高尚啊 好了好了 改造他们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你要说这些 你可能心里还会烦 就是这样 我考虑再三 还是得说 没说啊 你的婚事 你要想听听你的意见 娘 我现在不想想这儿 不想不行 你家 雅汉和龙花姑娘都不容易 你不能再拖着了 人家心里很苦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娘 裕凤的仇还没报 我这心里定不下来 您就别劝我了 裕凤的事你放不下 可你想想 任雅汉姑娘对你一心一意 这龙花姑娘呢 又陪了你这么多 真的你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赶紧的 我 我赶紧 我赶紧 娘 你为什么不替你的三儿子想想 兄弟 兄弟 平哥跟你说两句 别跟我说话 我说过了 我就没你这个二哥 娘 我 我配不上雅汉 还是一心跟她更合适 叫你们刮补贴 你 龙花姑娘 你怎么在这啊 我 我没事 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哦 有心事啊 是不是换了新的地方 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的事儿 也不是排兵布阵 事业你管不了 行事业 你想说的话就说说呗 没准说出来就好了 岳颖同志找我谈话了 是谈分配工作的事吗 不是 是大哥的婚事 我 他说 让我考虑清楚以后 给他一个答复 像我这样的女人 有什么可考虑的 大哥愿意要我 那是我的福气 他要不愿意要 那我就在他身边 帮他洗洗衣服做做饭 陪他一辈子 就当个下人也好 你看人家彭小姐 知书达理的 哪儿都比我强 所以我也没什么资格可考虑 我觉得 每个人的命不一样 比如就像你 师爷 你天生就是读书的你 但是我 所以 我就听你们那个组织的 听大娘和大哥的吧 龙花姑娘 你不应该这么看低自己 在我们眼里 你是一个好姑娘 谢谢你 师爷 我知道你这么说 是为了能让我心里舒服一点 可是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 我真的没有安慰你 其实戏曲就是一种表演形式 演员绝对是一个正当职业 应该被叫做文艺工作者 你知道吗 咱们队伍里有许多统治 都是演员出身 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职业 为革命做贡献 师爷 你说的文艺工作者 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没关系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上海有一位演员叫周璇 她就是你说的那种 所谓的戏子 只不过她演的不是戏曲 是电影 她曾经演出过一部电影 叫《马路天使》 在那部电影里 她扮演一个叫小红的姑娘 是一个被旧社会迫害和侮辱 但一直对生活抱着美好人 她演这部电影 就是为了唤醒更多的好女孩 像你这样的好女孩 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一定要对未来和生活有信心 后来她还演出过一个话剧 叫《保卫卢沟桥》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到处宣传抗日旧亡 以唤醒更多的中国人 可以一起抗日 她这样做是不是还有你 可是我可以吗 当然 咱们部队最近正在排练一出话剧 叫《放下你的鞭子》 你听说过吗 没有 那我给你说说 天涯呀呀 海角 香姑娘 这刚才还唱得好好的 这怎么就断了气了 瞎说 断了气还能唱这玩意儿吗 我就是实在没劲儿了 台的爷诸位可都听见了啊 我大姑娘说了 实在是提不起劲儿了呀 这算什么话 怕老爷先生们瞧戏 做不好挣不到钱 来 这戏也不用唱了 弄几个要个翻身的把戏 向老爷先生们讨个情 你给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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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你个不争气的武器 我算是白咬你了 起不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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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好 好 这位拿边的答案的道理吗 在一个世界上 不宜有着人吃人的道理 好 好 好 不应该 人吃人 多不了那么多呢 放下你的面子 别走 别走 别走这样子 别走 别走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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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下去了下去了 下去了 别就落下来了 你误会了 这是在演戏 他能让他崩了一个 大哥不行 大哥 是我 我们刚刚在演戏呢 我们刚演戏呢 妹子 你怎么又演戏啊 这不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了 车上这不一样 咱们下去再说 好吧 跟我回去 对对对 下一个 心里下一个 下去 你跟我回去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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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人砸了 都夺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